为了让长辈在市区有更丰富的生活 普里正公所在竹子山市区 办理热林卡文艺系列活动 邀请到老师利用香草植物 结合健康咬生课程 让长辈能够从日常可见的植物中 来认识帮助身体更健康 其实主要是透过这个课程 比较擅长的部分是算是在植物的领域 那因为我们现在社区的话 都会希望有多元化的课程 所以说基本上我就设计是 希望借由植物的一些香气 然后打开它的武感 那这过程当中我们课程里面就可以设计 比如说老人家除了武感的一些刺激之外 像他会拿一些剪刀 然后或者是会进行一些创作 甚至跟伙伴里面互相配合 去做协助的动作 然后最后甚至我们可以 诶时间足够的话 可以让老人家们互相欣赏彼此的一些作品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会让他达到一个预防是这个延缓失能的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就对了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嗯我觉得在现今的一个生活里面 比如说像疫情过后嘛 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戴口罩 然后就诶 鼻子好像都闻不到什么东西 甚至我们的肺 就是疫情后的症候群也都有被影响到 那如果说多闻一些香草 或者是说像我之后课程里会有浆草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达到一个算是预防跟衍生的一个方式去走这样子 重点是我们乡下地方很多人会去种植一些植物 比如说像我的课程里面会有鱼心草 或者是艾草 像今天的香茅也是 对 那这些东西都是长辈们家里其实很常见 可是他们都不常用 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课程里面 让他们可以 从日常生活里面去照顾自己 这样等于说三百六十天里面都是 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就对了 议员陈宇军表示 透过老师的讲解 让长辈们能够运用身边闯见的植物 老师也让长辈有体验学习机会 课程丰富精神 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到了珠子山社区 那在这里呢 他们请到了这个侯齐轩老师 他是所谓的这个绿色的方疗师 那也是我们的森林疗愈师 那侯老师呢 他今天透过介绍香茅 还有柠檬香茅的不同 那也让大家品尝这个柠檬香茅泡出来的茶 那最后呢 带着长辈做了一只非常可爱的 用这个香茅做的一个疗愈猫 那让长辈们能够体会到 就是说平常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东西 那在现在的社会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这些古老的 对我们身体非常有注意的东西呢 能够再次成为生活上运用的一个香草 那侯老师呢 他在整个叙述的过程里面呢 让长辈有很多的体验学习 不管是闻的啦 或者是喝的啦 做的啦 所以呢 整个课程的设计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活泼 社区副理师长表示 珠子山社区在老树公园内 有种植很多香草 在配合正工所刚好有这样的课程 让长辈可以了解到香草的多云用途 我们珠子山社区发展协会 在老树公园种了很多的香草 那我们配合正工所刚好有这个这么好的课程 然后让长辈能够了解 原来香草有这么多元的这个用途 然后也借由这个能够让他们对这个植物的环境能够多关怀 然后也让借由这个体验跟实作能够动手动脑 让长辈延缓失智失能 然后生活上有很多的乐趣 博理政工所办理热林卡万一系列活动 丰富长辈们日常生活 希望这样的课程能够时常办理 让长辈来到社区都能够过得更感兴 记者陈云志 博理政采访报道